这里是全世界最难抵达的地方 飞机和火车都无法到达 明明美若先进 想抵达却难如登天 它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 西藏摩托 唯一的一条公路修了54年才通车 这条路被摩托人叫做天路 也是一条绝美的景观公路 6400米的海拔落差 可以让你从冬天空降到夏天 它被称作浓缩版的地球 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 让你实现从地球赤道到地球北极的极致体验 世界只有一个摩托 而摩托却拥有整个世界 当你从西藏波密穿过嘎龙拉隧道 经一山之隔 却能从冰雪世界直接穿越到热带雨林 森林和瀑布 你都不敢相信西藏居然生长着柠檬 波罗蜜 香蕉这种热带作物 这里有中国最美山峰南加巴瓦峰 有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峡谷雅鲁藏部大峡谷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部江 没通公路前 想来这里的人只能冒险翻越雪山冰川 跨过峡谷深渊 再穿过原始丛林 要有足够的幸运 才可以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室外秘境莫托 因为地处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地 这里地震频发 泥石流山体滑坡是家常便饭 要发展就修路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死之路 而中国的武警官兵用血肉之躯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先后经历了60年 才凿出了这道人间的奇迹莫托 人民世代被茫茫雪山所阻隔的历史 也终于结束 关注我 带你去看不一样的事件